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編 今天介紹的是57號黃金地瓜 而且會教大家怎麼煮出香噴噴的古早味黃金地瓜飯喔 小編講古時間 以前的地瓜是家家戶戶常見食材 便宜到會曬成地瓜籤加進稀飯裡增加飽足感 所以有諺語說吃寒雞吃到黑脆氣表示吃地瓜的無奈 但地瓜其實超營養 並且單調的白飯小編更喜歡吃鬆軟香甜的地瓜飯 所以教大家由電子鍋快速煮鬆軟地瓜不打折 食材有黃色地瓜兩顆 今天準備的是國民57號黃金地瓜 白米兩杯水2.8杯 有些許鹽巴或醋適量 鹽巴跟醋就是煮黃金地瓜的關鍵 那我們快來看看怎麼做吧 地瓜洗好後去皮 牙點的部分 注意將白色牙膜及黑色牙點去掉 切塊 切塊後加進白醋水或鹽水中搓柔清洗 將地瓜不易氧化變黑 白米洗淨不要洗太久營養會被洗掉 加水後用手繞三圈將水倒掉 大約洗三圈即可 米跟水的比例約 米是1水是1.4 要比平常煮白飯的水再多一點 因為地瓜會吸水 米跟水倒入後 然後加入地瓜 再倒入約適量的油 才不會互相沾黏 而且米會更光華好吃 蓋上鍋蓋 就可以開始煮囉 一片片圓圓的地瓜 像金黃色的太陽 藏在白色的天空上 而且一直有地瓜香香甜甜的味道傳過來 超餓的 完成啦 我們的黃金地瓜飯 白飯 白飯因為加了油啊 它很Q 而且呢 它自帶地瓜的香氣 加地瓜之後 白飯也變得很甜 再來試試看我們的主角 黃金地瓜 地瓜真的很甜 而且口感鬆軟 適合配飯 這種感覺呢 就很像阿嬤懷念的味道 很樸實 但是又甜在心裡 不用配料 我都可以吃完一整碗飯 地瓜又香又甜又營養 推薦這道黃金地瓜飯 給喜歡地瓜 想很充一養 或是覺得白飯單調的人哦 除了57號黃金地瓜以外呢 還有紅色紫色的地瓜 也非常適合煮成地瓜飯哦 當然 飯也是非常重要的 推薦大家多多吃台灣米哦 白米 糙米 地瓜 都可以上我們台灣好農的網站 看看挑選哦 想知道更多美味料理嗎 快訂閱台灣好農YouTube頻道 開啟小鈴鐺 按讚追蹤 臉書粉絲團 帶你一起來了解 台灣在地好食材